大家好,我是王布朗,说伴长,今天继续我们统计基础篇的第十九篇,讲的是SPC,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讲的是六个Sigma,SigSignal,Shuhart Chart,Shuhart图,Western Electric Rules, 这个是应用在Shuhart Chart上面的一个特别的Electric Rules,TSMC Chip Price,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Icebreaker,金鸡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积电最近的这些金鸡蛋的到底有多金,台积电5纳米晶圆价格,你一帅就知道它是超过等重黄金的两倍以上, 它现在,这是去年10月的Data,一个300毫米的这个金鸡蛋的价格是17000美金,它的重量是大概不到130克,125克,相当于等重黄金的价格呢,是7000,现在可能高一点,但是台积电也涨价了, 所以说,基本上你把它相处理就知道了,台积电晶圆的价格是等重黄金的将近2.5倍了,可见它的获利是疯了, 那么它的晶片每一个芯片价格有多少,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 去年10月它的价格是238一个芯片,那么现在呢,听说又涨了15%以上, 那么一个芯片的大小啊,比方说Apple的A13呢,是大概一公分乘一公分这么大小,一个指甲,你的指甲这么大小, 但是呢,一个圆的Wafer嘛,对不对,晶圆是圆的,那么芯片是方的,所以说不是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你不能说面积除以,除以一乘一来算下多少个芯片,不能这样算, 因为旁边的是不活的,那么基本上呢,不管怎么样,它还是赚了很多, 它的良率很高的话,良率是刚开始就80%以上,现在更高了, 那就表示说它就是一个大印钞机嘛,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良率很高的话呢,就是印钞票,可是你良率低的话, 良率低的话,那你就看它的成本也是不少啊, 成本是1万块美金以上, 就算是你用最差的28纳米,它也有3千美金, 所以说呢, 做芯片如果量,基本上它的这个价码就在这里, 这个人的薪水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它主要的用的是机器在跑, 因为工厂就几百个人到, 这个生产的人都是几百人,最多不到一千人, 研发的人还多一些, 但是呢,这个如果你的良率不够高的话, 那你就做一片赔一片, 特别是你做无纳米,你要是那一片死掉的话, 你就是赔一万到一万美金以上, 那么一个新原厂,一个新原厂, 一个月起码申请几万片, 比方说台积电在南京要扩厂, 他就申请要增加四万片的产能, 一个月增加四万片, 如果每一片都赚一万美金的话, 你看不得了, 那如果每一片都赔一万美金的话, 那也是不得了, 所以说良率是芯片工厂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 绝对是没错的, 那么工厂管理啊, 你怎么样保证品质能够划一, 能够继续不停地生产出高质量的芯片呢? 在里面呢, 我们要用这个所谓的statistical control, 用六 sigma控制了, 来维持良率的良好, 那其中是这样子, 我们假设每一个你在芯片, 在晶圆, 在代工厂里面不停地制成的时候呢, 每一个步骤, 它都有许多的数据产生, 我们假设每一个数据都是正态分布, 那我们控制啊, 它在正负三个sigma, 正负三个sigma, 就是99.97左右了, 就是这么高,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漏网之余, 那是没有错的, 还有漏网之余, 但是我也不能够做得太多, 如果你弄得太多的话, 你搞不好会出现问题, 这个sigma是安德鲁, 这个Walter Andrew Shuhart, 美国这个物理学家, 他也是一个自修成功的统计学家, 他发明出来, 所以说他人称为, The father of 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 SQC的, SQC是负, 那SQC跟SPC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没有什么差别, 这个是特别我们经常讲制成嘛, 所以说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quality control and process control, 是一样的意思, 那你可以看到他做出来的图, 就是说你在那边跑, 应该是随机的, 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绕着这个central line, 这个中心点上下, 是一个随机动作, 那有的跳出去了, 那跳出去是好是坏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 那么我们现在用这个观念来做一些, 来测试一下, 这些我们讲的东西, 那么short chart, 基本上, short chart它有一个upper control limit, 一个lower control limit, 就是上下必须要控制, 你可以,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你最上面跟下面, 还有你的中心点, 希望你的数据, 在这范围之内动作, 这是你所要需要控制的东西, 那你工程师每天常常起来, 到这个电脑面前打开来, 看看自己的sbc chart, 看看有没有这些, 跑到外面去, 或者是有些奇怪的现象呢, 你就必须做出动作, 大家了解, 为什么有这个现象产生, 需不需要调整你的参数, 或者说做些动作, 需不需要停机修理, 都可能的, 那么我们以这个例子来看, 来看, 就是我们有100个数据, 等下我会用minitab, 来demo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在此之前呢, 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 为什么这个sbc chart原理, 它其实就是北面深工, CLT的体现, CLT, Central Limit Theorem, 就是中心极限原理, 那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中心极限原理, 就是把各种不同的, 所谓不同的, 不管你什么分布, 你只要样本够了以后, 它就慢慢形成了, 所谓的这个正态分布, 我们举些简单的例子来看一下, 比方说, 这是网上一个simulator, 你说我们来选一个uniform, 非常, 就是一个平平的, 一点都不像正态分布的一个分布, 它的平均是200, 它的sigma很大, 115, 因为它很平嘛, 分布非常宽广, 那么我说, 如果我有两个的时候, 两个sample的时候, 它马上就变成这个样, 注意看, 两个的时候呢, 它的平均值是不太变的, 200.11, 跟这个200是几乎是一模一样, 它的标准差呢, 就是sigma除以根号2, 根号2, 81.88, 9呢, 它就变成, 它的平均值还是一模一样, 199.62, 它的标准差呢, 要除以根号n, 就是3, 大概38, 那么到了36, 你可以看到, 它就越来越像一个正态, 36, 它的平均值, 还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这个标准差呢, 变成, 115除以根号36, 除以6, 将近20, 也是非常接近, 到100, 那更是如此了, 对不对, 那我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 比方说, skew to left, 这个distribution, 它这个分布, 它是, skew to left的意思, 它意思是说, 它的尾巴在左边, 这个分布的尾巴, 很大一部分在左边, 它的最高值在右边, 但是它的尾巴在左边, 这个skew, to left or to right, 看它的尾巴, 你看, 我们说两个, 就开始动作了, 25个, 你看, 到了100个, 就非常像一个正态了, 所以可见呢, 就是可见, 有两件事情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你的population, 或者原始分布, sigma, 是2, 比较大, 但是呢, 你的这个, 一开始, 做一个分布的时候, 你取出你的次数, the subgroup, 你的sample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的标准差, 就要除以更好N, 更好N, 这个就是, 我们前面讲的北明胜宫嘛, 北明胜宫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个真气啊, 它是这个, 金庸里面的小说嘛, 它把所有吸到的内力啊, 不管你原来什么杂气, 它全部都变成它的, 它自己的内力, 跟这个西星大法是不一样的, 北明胜宫更厉害, 对不对, 那么我们最后用一个图来解, 来这个, 综合一下, 你前面不管是什么分布, 是平的也好, 还是这个双风驼也好, 还是这个, 这是一个, 很明显是个Rise Q, 它的, 它的这个分布呢, 是尾巴, 是像在右边, 这叫做Rise Q, 经过五个sample的平均呢, 它就开始有点样子, 经过三十个以上, 就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不管你原来是什么分布, 你后来啊, 都是正态分布, 这就是Central Limit Theorem, 中心极限原理的妙处, 那么我们说, OK, 我们刚刚讲过, 这边前面有100个数据, 100个数据, 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做图, 来看一下, OK,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说, 到底能不能怎么使用, 好, 现在, 我打开我的Minitab, 把这个, 把这个, 数据呢, 输进去的有100个, 有100个, OK, 它是一个分布, 而且是五个一组, 这是五个一组, 五个一组, 那我打开来, 我说我要看一下它的, SPC或的SQC Control Chart, 怎么回事, 就是Stat, 统计, Control Chart, 然后Variable, Control Chart, Variable for Subgroups, 就是说变数, 它是有一个Subgroup, 每一个group就是一组一组的数据, 你做实验都是一组的数据, 这里次组, 我要看X bar S, 它是看到Mean跟Variation, Stat, Stat, Variable for Your Process, 这个就是, 它的, 在这里全部都可以选, 随便你选, 我们现在选的是X bar S, 然后呢, 我们看一看, 它所说就会有, 你的数据在哪里, 就把它click, 数据在C1, Column 1, 选择Subgroup, 那里面Column 1里面的Subgroup有多少, 你就选五, 因为我们刚刚讲是五, 对不对, OK, 你就看到了, 这个就是, 它的SampleMean, SampleMean, SampleMean呢, 哎呦, 数据到中间转了, 这一点不太对, 对不对, 那这个是Sample Standard Deviation, 它的Sigma, 这些都是让你利用这个图来了解你的数据, 到底是随机的, 还是出了问题, 如果是随机, 而且在这之内的话, It's OK, 这个, 这个, 所以这一点有没有问题呢, 等一下我们会讨论, 这个就是让你一下子, 用这个图表很容易看到, 这个地方顺便告诉大家, 如果说你这个Sample, 你说改成这个, 要把它改成这个Subgroup的话, 就把它DoubleClick, Time, Stamp, Data, 对不对, OK, 数据, 这就是它可以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里来了, 那这个地方怎么计算的呢, 它其实是有公式计算, 这公式就是我们, 呃, SQC之父, 他们做研究捣穿了结果, 这边有一个AN, 我们刚刚讲过了, 刚刚讲过, 是三个Sigma, 那这个AN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你的Sample, 二三四五六, 基本上还不是正态分布, 我们说正态分布不是要, 要三十个, 至少二十几个以上, 那你这个地方, 就必须要一点修正, 这是一个修正的字, 修正的这个因素, 这个AN是修正的因素, 不然的话你就SN处上更好玩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这是你的, 刚刚讲过, 一直在讲的标准差的变化, 那这里呢, 二, 当你到后来N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就越接近B进1嘛, 等正常,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修正的指数, 那它这个修正指数的计算呢, 是一个Gamma function, 所以我们就不管它怎么算出来的, 反正是这个SQC之父帮我们导出来的, 那我们主要研究它的趋势, 所以说软体上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也就不去管它了, 那么开始问会是我怎么使用这个图呢, 比方说, 六个SQC控制, 左右控制到三个SQC, 但是你还有漏网之余啊, 你最三个SQC是Y啊, 是0.00135, 两边都有0.00135, 如果你是个工程师, 你的机器啊, 你在CBD部门工作, 你是要照顾你的机器, 使它能够保持良率的, 你每天都要看这个图, 有一天, 你看到有一个红点出来了, 其实呢, 这时候呢, 就会要求反应, 工厂会要求你反应, 说这个怎么回事啊, 那你其实一看, 如果说, 因为本来就有漏网之余嘛, 三个SQC控制表是外面, SQC外面之外是漏网之余啊, 那么这0.00135的两倍, 这两边都有嘛, 是0.0027, 这个意思是说啊, 如果你让370片Wafer啊, 晶圆, 你会有一次, 至少会有一次食物是很正常的, 而这个, 移除0.0027, 3.7啊, 这个Round Length, 就是你跑晶圆的树木, 是吧, 这个叫做Average Run Length, A R L, 这个是一只树, 这个是在工厂里面, 也是常常用的树语, 就在这个, 在这个Average Run Length, 你才看到一个持稳, 这算正常, OK, 所以你不需要把机器拆开来, 我说机器脏了啊, 或者机器出了什么问题, 不是, 它天生就是, 不是完美的, 那如果说小于, 比方说, 才Round了30片Wafer就出现了, 这时候你就要紧张了, 怎么回事这个样子啊, 所以你这个就要是, 表示自成出了问题, 那你说, 没有漏网至于OK, 干脆我把这个Sigma调大一些, 你看这个点毫无问题, 这毫无问题也不对, 为什么呢, 就好像老师给学生考试, 结果每个都得100分, 那你能够, 学生能够品质能够进步吗, 也是没有办法进步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必须在6Sigma控制之下, 必须有少许, 漏网机, 完美的, 或百分之后完美, 表示你的controller们开得太宽, 老师没标准, 开得太宽, 每个人都100分, 对不对, 那是不行的, 所以说你必须重新计算, 把你的data重新计算, 那么, 你说, 那我把重新计算了, 那么就没有问题了吗, 不一定, 比方说你的control chart是看到这个东西, 怎么大家都, 局在上端, 它确实在你的, 确实在你的control, upper control limit, lower control limit, 时间, 我没有跑出去红线呢, 可是呢, 可是呢, 为什么有, 这个区要全部有, 有这么多八点, 全部都在上面, 这个OK, 这个也不是OK, 他把这个西乌电器公司, 他为了加强这个品管, 他要发展出所谓的, 这个Western Electoral Rule, 我们这个WER, 称之为一种实戒的, 你不能犯法, 对吧, 这专门用来鸡蛋敲骨头, 这第四条, 8 point in a row, above the central line, 就是说你看到八点呢, 都在central line的上面, 这个也是不对, 也是违法, 在我们制成世界里面, 就是illegal, illegal,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是一个随机分布的话, 它上跟下, 应该是随机的, 那如果说, 八个全在上面的话, 那你就必须是, 二分之一的八次方, 0.0039, 0.0039就大于, 这个概率0.0027, 比你average round length的机力要大了, 表示就错了, 这就是错了, 所以说, 机器有内伤, something is wrong, something is wrong, 你就必须找你的长官, 或者你的这个同事来研究一下, 为什么我的机器出现这个状况, 表示我的机器里面, 其实已经没有随机的东西了, 有一个system error在里面, 做制成最重要的, 就是要解决system error, 然后要看你的random error, 你的随机偏差是ok的, 在控制范围之内, 但是如果有个系统变差, systematic error, 那表示机器有地方出问题, 有内伤, 这时候你就必须把内伤找出来, 把它修好, 所以这个就是Western electoral rule, 的这个用途, 这个比方说, 这边有很多的rule, 这边是rule3, 碰一点, 对不对, 4 out of 3, 4 out of 5 points, above below 1 sigma, 在超过一个sigma之外, 有一个1 sigma之外, 也有个rule, 对不对, 这刚刚讲的是rule4, 八点, 八点, 在上或下, 连续八点, 那如果是rule3呢, rule都有, 都有它的这个rule, 真讨厌, 对不对, 那么其他的准则, 它其中有九个rule, 有九个rule, 那么其他还有很多别的rule呢, 这别人发展出来, 发展出来, 这个就是根据, 不同的观念, 有Montgomery rule, AIAG rule, Nielsen, Jeran rule, Westgrad rule, Westgrad rule, 里面有几点出现问题, 这些呢, 都跟, 怎么样使你的工厂, 品管更能够受到监控, 即使它在control limit之内, 它里面要是没有完善的话, 还是有内伤, 对不对, 因为up control limit跟low control limit, 它没有办法, 真正监控许多的东西, 好, 我们再仔细再看一下, 你有upper control limit跟low control limit, 大家都在里面, 都在里面, 并不表示, 你的制程就完美了, 这个是Short, 这个本身的天生的缺陷, 因为它只看到上下, 在里面就对, 但是在里面的时候, 还有一些小引商, 还是抓不到, 所以就必须靠, 这所谓的, 类似像WER, Western Electric rule, 其他类似的 rule, 看你的制程, 喜欢用哪一种, 每一个工厂都基本上, 还有各自的这个, 根据他们的制程, 有些某些特别适用某一些 rule, 这个就是, 没有落网之余, 没有无落网之余, 可能有其他问题的, 所有其他的准则, 工厂用哪一个呢, 就看到Historical data, 没有一个工厂是一样, 但最著名的还是Western Electric rule, WER, OK,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